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台湾方面的消息 高雄在周六举行了罢免市长韩国瑜的投票 开票进行一个多小时后 同一票已经突破了六十万票 而韩国瑜方面在晚间出面回应 对支持者以及市府团队表示感谢 但同时也批评执政党对他进行造谣抹黑 高雄在周六举行罢免国民党籍市长韩国瑜投票 投票时间为上午八时直辖五四时 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起直辖市市长罢免案 中央社报道表示 上午各投开票所都出现了排队投票的人潮 开票进行一个小时之后 同一票已经超过六十万票 达到了罢免门槛 韩国瑜在罢免门槛通过后出面回应 对当年支持他当选高雄市长的选民市府团队 以及今天未参与罢免的市民表示感谢 韩国瑜也表示 遗憾地说任何一个政党掌握国家资源 应该一心一意造福人民 但是民进党第二次执政以来 所有心思都集中在罢韩国家队 通买媒体以及网军来抹黑韩国瑜 他表示一个作威作福 贪腐腐败的政府是人民所唾弃的 现场有记者询问韩国瑜是否会提罢免诉讼 但是韩国瑜没有做出回应 发言之后就离场了 而高雄新闻局的局长在主持记者会时 指责表示今夜会先沉淀与思考 让高雄回归冷静与理性 他没有透露韩国瑜之后的动向 但是强调表示市府团队在任上一天 就会继续推动市政 提出罢免案的公民团体是公民割草行动 指责韩国瑜在当选高雄市长后无心市政 起初表示不参加总统初选 但是又被动接受被纳入国民党初选民调 随后表态参加总统选举 此外韩国瑜也被指责竞选承诺跳票 以及公开发言时多次引发争议 民间组织WeCare高雄公民割草行动 高雄气暴自救会的四名领军人物 在二零一九年向中选会提交了三十万份联署罢免书 上周末罢汉团体在高雄发起了罢汉演习 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 当天有超过五千名罢汉支持者参加了活动 这次罢汉案的罢免门槛是五十七万五千人 也就是高雄总投票数的四分之一 而且必须符合同一票高于不同一票的条件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 投票结果最快在晚间七点出炉 在中选会审定之后将于六月十三日前公告选举结果 根据台湾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 如果罢免成功的话 那么韩国瑜将在中选会公告当日解除职务 而中选会必须要在三个月内完成补选的通票 被罢免者四年之内不得再参选高雄市长 如果罢免失败 韩国瑜任期内将不得再对其进行罢免 而台湾的新闻报道表示 韩国瑜有权在三十天内提出罢免无效诉讼 在诉讼程序结束前高雄不得办理不选 韩国瑜则在五月十五日在联署上针对罢免投票写道 民主是尊重多元拥抱自由的 我们拥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方式 他呼吁不激化不对立 也请支持者在六月六日当天不投票 不参与政治活动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韩国瑜以过半票数当选了高雄市长 结束了民进党在高雄长达二十年以上的执政 去年的七月国民党正式提名韩国瑜参加总统选举 韩国瑜在十月中旬宣布向高雄市议会请假参选 而今年一月韩国瑜在总统选举中落败 民进党籍的总统蔡英文以高票连任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言的地摊经济相关的消息 根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表示 李克强推地摊经济 但是北京市却打脸 说不利于首都的形象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力推地摊经济 今天遭到北京市官方反对 官媒引述是有关部门负责人强调 北京有自己的城市功能定位和管理要求 油商满街不利于树立首都和国家的良好形象 官媒还引述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强调 针对当前本市个别地方出现的摆摊设点 栈道经营等违法行为 市民反应强烈 北京市各级城管执法部门要加强执法检查 依法处理这一类扰乱市容环境秩序的违法行为 而中央社报道表示 就在中国现在多地都纷纷响应李克强开放摆摄点之际 中共的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官方微博今天却发表报道表示 近日网传北京发布地摊地图 经过向市城管委和时此为谣言 北京日报表示地摊地图中所谓的一百零九处摆摊地点 实际上是多年前本市无序涉摊较为集中的点位 经过近年来的综合整治 这些摊点基本已经得到整治 报道引述是有关部门负责人强调 不同城市有不同情况 北京作为伟大祖国的首都 有自己的城市功能定位和管理要求 而根据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北京市坚定有序地推进疏解整治 促提升转强活动 开墙打动 战道经营 无证无罩经营 被一些小巷环境等问题逐步得到整治 城市品质和人居环境明显提升 市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有关负责部门表示 城市精细化治理是一个久久围攻的过程 稍一放松就可以前功尽弃 而治理成果就可以付诸东流 街道杂乱假冒伪劣 噪音扰民油伤满街堵塞交通 不卫生不文明等 曾经的城市顽疾就会卷土重来 他表示这不利于树立良好的首都形象和国家形象 不利于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北京不应该也不能发展那些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 不利于营造和谐移居环境的经济业态 此前在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北京市大兴区西洪门镇的巨浮园公寓发生大火 造成了十九人死亡八人受伤 事后在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的主导下 北京市政府以拆除为鉴以及消除安全隐患为由 在全市大局展开了驱逐低端人口的行动 曾经引发了强烈的反弹以及争议 而北京官方今天公开反对李克强力推地摊政策 后续的政治效应势必会引发更多的关注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国企业相关的消息 中国企业瑞幸咖啡造假引发关注 并且重创了其他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形象 根据中国媒体财新的报道 有关部门已经掌握瑞幸咖啡董事长陆正耀 参与公司财务造假的指控 陆正耀可能面临中美两国同时追责 根据财新的报道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财政部 先后对瑞幸咖啡进行了调查 已经掌握了造假的诸多证据 包括瑞幸曾经为虚增交易交了税 而由于有陆正耀参与造假的电子邮件证据 预料陆正耀将被公诉 极有可能面临刑事追责 而关注商业科技新闻的AI财经 引述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的话表示 瑞幸可能要面临中美两地的同时追责 美国的程序相对成熟 提供不时财务报告和故意进行证券欺诈犯罪 要判处十年至二十五年的监禁 个人和公司的罚金最高达五百万美元和两千五百万美元 不过他表示中国的新证券法刚实施 在程序在追责处罚力度上都有偏差 他所在的律师团队手上已经有几十个瑞幸的投资者 做了索赔的预先登记 想把这件事情操作成国内第一起关于中概股的集体诉讼 如果立案成功 诉讼期可能要有一到两年的时间 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 瑞幸咖啡虚增销售的方式 是透过陆正耀的关联公司来出售咖啡代金券 涉及数量上千万张 有一位虚构的采购员还伪造了超过一点四亿美元的资料 和服务付款 此外在瑞幸上市前一个月 已经有一批公司员工在伪造交易 利用个人的账户购买了大量的贷金券 目前陆正耀仍然是瑞幸咖啡的董事长 但是不再担任提名以及公司治理委员会的主席 瑞幸的执行长钱志雅 还有营运长刘健 因为涉嫌参与造假已经被撤职 在五月十九日 瑞幸咖啡被美国的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要求退市 陆正耀隔天发布声明表示 纳斯达克不等最终调查结果 就要求公司退市出乎意料 对此深感失望和遗憾 他表示我本人一直在实业一线风格可能太激进 企业跑得太快也导致很多问题 但是我绝不是以概念作举去欺骗投资人 我是真心想把企业做大做好 为社会创造价值 自从四月瑞幸咖啡爆出造假以来 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压力增大 美国监管层交易所还有国会对中概股频频发难 在当前中美关系交恶的氛围下 瑞幸造假更成为了美国政治人物攻击中国企业的重要原因 纳斯达克在五月份针对欠缺会计透明度 由内部人士密集持有的中国公司收紧上市规则 国务卿蓬佩奥在六月初对此表示 鉴于中国企业惯于做假账 纳斯达克的新规定值得其他的证券交易所取消法 以保护美国投资人的权益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网易和京东在香港上市的计划 中国电商的巨头京东和在线游戏集团贸易公司网易 在香港上市的计划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 现在京东已经开始接受投资者对其香港股票的认购 根据该公司美国存托凭证 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 其香港上市的筹资规模可能要达到三十七点六亿美元 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电子商务公司 拟出售相当于其扩大后总股本最多百分之四点三的股票 并计划在六月十八日上市 股票的代码为九六一八点HK 而京东ADR的上涨也是这笔交易的价值超过了之前计划的二十五亿至三十亿美元 该公司的ADR今年已经累计大涨超过百分之六十 并且在周三创出了历史新高 如果超额配售选择权被行使 那么交易的规模将增加到四十三亿美元 此外腾讯控股的竞争对手网易计划通过发售股票 抽集大概二百一十一亿港元 公司的股票将于六月十一日开始交易 股票的代码是九九九九点HK 尽管投资者长期以来一直都能够购买在纽约上市交易的网易股票 但是对该公司在港股上市的认购规模 大幅超出了发行量 凸显出了投资者对这些股票的浓厚兴趣 有一些知情人士表示 机构投资者的认购量大概是网易面向机构投资者发行量的十倍 散户认购量则是面向散户发行量的超过三百六十倍 起初设定的面向散户发行的比例仅占百分之三 这触发了一种名为叫做回波机制的调整 现在面向散户发行部分的比例将达到百分之十二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网易在周五将该公司香港上市发行价定为每股一百二十三港元 这比网易ADR前一日的交易收盘价跌了百分之二 该公司每份ADR相当于香港上市发售的二十五股普通股 此后后续股票的发行价格通常会低于流通在外股市的价格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观点文章 中国不想推翻全球秩序而是想接管它 文章表示因为疫情应对受到抨击 并在着手对香港施加控制后受到指责 中国的官员已经进入了救火模式 他们的方法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是推崇中国故事 强调其抗击病毒方面的成功 并且掩盖错误 第二就是攻击那些试图损害国家形象的人 习近平把这场战斗留给了他的属下 随着美国步履艰难世界陷入危机 他手上有更大的运动要开展 叫做接管管理世界的国际机构 比如世界卫生组织还有联合国 他们给这样的计划取了一个无害的名字 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最初习近平在二零一三年所提出的 他没有具体的行动要点 也没有新的世界秩序的具体轮廓 其实这就是习近平的本意 与人们的猜测相反 中国一直说不寻求推翻全球秩序 但是我们应该听一听 当中国可以简单的完好无序的接管全球秩序时 何必还要颠覆它 毕竟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他系统地利用了西方领导的多边机构 比如世界贸易组织 以提高其利益和影响力 尽管他仍然在争取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大的控制权 但是他已经果断占据了制定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四个主要联合国机构的领导地位 因此我们毫不意外地看到 中国现在已经是联合国的第二大财政捐助国 多年来在国际机构中稳步建立影响力 中国的计划不是开辟新的战场 而是在熟悉的领土上进行战斗 他向世界传达的信息很简单 随着美国退出全球责任 中国已经准备好拾起这样的残局 对于因为疫情而疲惫和穷困的世界 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提议 只要有人接手就是好的 很少会有人考虑其对全球秩序的意义 大多数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稳定 而不在意中国的领导野心 这样的赌博也是有充分理由的 疫情或许暴露了中国体制的缺陷 但是也暴露了西方的许多缺陷 现在美国欧洲都面临着政治困难和社会挑战 他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应对疫情 他们在二战后创立和培植的全球机构 现在毫无头绪 世界其他国家只能够全力自谋出路 不仅如此世界还需要美国领导层提醒人们尊重自由和人的尊严 是通往人类共同命运的最佳途径 北京模式一个专制的政党国家一心一意地夸大经济改善 而不提自由的政治选择 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会有吸引力 但是它却不能被广泛地模仿 这个方法取决于中国独特的意识 只有中国使用 相比之下民主是基于普世原则 在任何地方每个人都可以遵循 中国有一句名言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中国想要渡过难关 同时如果西方没有办法恢复对民主普世力量的信念 从印度到印尼 从加纳到乌拉圭 那么中国就可以如愿占领世界 文章的作者是顾凯杰 他是印度的前外交秘书 在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一七年担任盖国的驻华大使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美国东部时间六月六日上午所发表的最新声明 论中共的卑劣宣传 蓬佩奥表示 中共冷酷无情地利用弗洛伊德的悲惨死亡 为其剥夺基本人类尊严的专制行为进行辩护 这再次暴露了中共的真实面目 正如历史上的独裁政权一样 只要能够满足党的权力欲望 那么任何谎言都不会太猥琐 这种可笑的宣传不应该欺骗任何人 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对比再明显不过了 在中国当一座教堂被烧毁时 几乎可以肯定袭击是由中共导演的 在美国当教堂被烧毁时纵火者会受到政府的惩罚 而给信徒送来消防车水援助还有安慰的恰恰是政府 在中国从香港到天安门的和平抗议者 仅仅因为说话就被武装人用棍棒打下 而记者们记录下这些不堪的事情 则会被判处长期的监禁 在美国执法部门包括州政府和联邦政府 将无赖的官员绳之以法 并且欢迎和平的抗议 同时强力制止抢劫和暴力 依据宪法行使权利 保护所有人的财产和自由 我们的自由媒体从头到尾的报道事件 让全世界都能够看到 当中国在医生和记者警告一种新的疾病的危险时 中共会让他们沉默和消失 并对死亡总数和疫情的程度撒谎 在美国我们真是生命建立透明的系统来治疗治愈和承保 比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的这样的方案 提供全球大流行的解决方式 在中国当公民持有与中共教条不足的意见时 党就要把他们关进再教育营 而当人们比如香港和台湾的人们 在几千年来令人敬畏的文明中 有着共同的根基来拥护自由时 这种自由会被压制 人民必须服从于党的命令和要求 相反在美国即使是在肆无忌惮的骚乱中 我们也表现出对法治透明度还有不可剥夺的人权的坚定承诺 北京在最近几天展示了它对真相的持续蔑视和对法律的蔑视 中共的宣传努力 试图在美国将弗洛伊德死后的行动 与中共继续剥夺基本人权和自卫的行为混为一谈 这应该被我们看到是骗局 即使是在最好的时候 中共也无情地把共产主义强加于人 而即使在最困难的挑战中 美国也确保了自由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地摊经济真的能够救中国吗 文章介绍到在六月初的一个下午 在夏日炎炎下 有一位叫做潘云霞的人 在北京的路边摊上静静地等着顾客买菜或者是买袜子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奇怪的组合 潘云霞是一个卖了二十多年袜子的小贩 他表示这些蔬菜是他的新的生意 他说这些菜本来是为了在病毒爆发的时候为附近的居民提供方便 而他之所以这样做将经营范围扩大到袜子以外 是因为当地的政府正在放松对街头摊贩的管制 而城管人员也不再对街头商贩采取强硬态度 潘云霞表示城管还是每天警告我们要威胁赶我们走 但是中央政府的态度有所改变 城管说他们还没有收到上级的通知 但是我想他们明白改变是迟早的事情 上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年度会议结束时 赞扬了中国西部某省的一个城市 该城市最近允许在路边摆放三点六万个流动摊点 李克强说他创造了十万个新的就业岗位 而此时中国的就业前景在冠状病毒的阴影下可以说是黯淡无光 在周一国家媒体的镜头显示 李克强在东部的省份山东烟台的一个卖熟食的摊位前说 街头小贩和小店是重要的就业来源 李克强告诉当地官员 这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方式 就像那些先进的高科技产业一样 他们对经济也至关重要 这番话是在全国各地打击街头小贩多年之后所做出的最新表态 当时中国的街头小贩被认为是要给中国高大上的科技发展让路 并且被认为路边的商业是污染的来源 卫生条件太差交通问题多 而且普遍给城市造成了不良的形象 为此中国各地的城市都成立了城管队 来驱赶无证的街头小贩 而城管与贪贩之间的冲突 在内地城市屡见不鲜 导致民怨沸腾 甚至酿成悲剧 在中国东北沈阳街头卖烤串的小贩 在二零零九年因为杀害城管而被判刑 四年后被执行死刑 他的案件成为了全国性的争议话题 讨论他是否有自卫行为 而中国中部河南的一位西瓜贩子 在二零一六年的一次争吵中刺死了一名城管 在二零一八年被判处死刑 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街头摊贩也一直是每年全国文明城市考核的关键 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至关重要 在今年之前有摊贩占到经营 或者存在路边市场或流动摊贩都会被扣分 但是上个月中国宣布将这些指标排除在考核之外 以帮助恢复社会经济秩序 清华大学的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副总干事朱明表示 中国推广街头的摊贩是要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应急办法 他表示从长远来看应该把它作为一种经济常态保持下去 让经济缓发生机 中国的城镇失业率在二月份创下了历史新高的百分之六点二 即使这个数字也被认为是普遍低估了 虽然此后的几个月情况有所好转 但是仍然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 经济学家表示对于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而言 最糟糕的事情还没有到来 现在全球都在努力遏制疫情的蔓延 预计出口订单将进一步下滑 而经济学人智库在四月二十二日表示 中国今年的失业率可能要达到百分之十 仅城市地区就将失去两千两百万个工作岗位 由于受到全球疫情还有经济贸易的巨大不确定性影响 中国在二零二零年首次没有制定经济增长目标 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比上年同期萎缩了百分之六点八 而根据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国不再追求经济增长 而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确保就业民生和社会稳定上来 独立的政治经济学家胡星斗表示 在就业最困难的时候 中国为帮助人们谋生所提供方便是不足为奇的 社会稳定对于共产党执政至关重要 对于很多人来说 街头叫卖是谋生的最后手段 在周二有一位只愿意透露自己姓刘的男子 在北京东部的一个居民区附近的街道上 正卖着佛珠还有梳子 他表示他的雇主是一家贸易公司 因为冠状病毒疫情而倒闭 他的一个朋友是公司的供应商 把货物批发给他 他说据说佛珠可以带来好运 而我希望他们也能够保佑我 让我能够养家糊口 而在街对面有一个白发苍苍的阿婆经营缝纫摊 七十四岁的这位阿婆表示自己姓张 正在给一个破旧的缝纫机加工穿线 试了几次后 他对坐在旁边的顾客叹了口气说 对不起我太老了 已经看不清楚了 而一位来自河南的张女士表示 她在北京做了十几年的街头小贩 她表示以前街上的小贩 春天卖草莓 夏天卖西瓜 秋天卖玉米棒子 而冬天卖板栗还有烤红薯 这些街头小吃都是在自行车或者是摩托车的后备上出售 是京城美食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她表示如今很多摊贩已经被清理掉了 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在每天与城管的猫鼠游戏中生存下来 她表示我已经太老了 他们允许我待在这里 因为他们知道我如果没有工作就会死去 在二零一六年北京市到二零三五年的总体规划中 政府概述了将首都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和谐移居城市的计划 然而街头的商贸并不是北京最想推广的行业 也不符合和谐移居城市的愿景 在二零一七年最新淘汰的低端人口运动中 北京驱逐了农民工 拆除了所谓的非法建筑 其中许多都是农民工的工作场所或者是住所 我很怀疑政府是否真的欢迎我们 一位街头小贩表示 我想这条街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繁华热闹了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从德国撤军的相关消息 根据日经亚洲评论的报道 川普总统将重新评估全球的军事态势并着眼于中国 美国总统川普指示五角大楼在九月份之前削减美国在德国的军事足迹 在接受日经亚洲评论采访时白宫没有否认这样的报道 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虽然目前我们没有宣布 但是作为三军统帅 川普总统不断地重新评估美国的军队 还有我们在海外存在的最佳态势 在几天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对华盛顿表示 由于对于病毒的担忧 他在六月份将不会前往美国参加计划中的七国集团峰会 根据报道川普表示很生气 而随后宣布将把七国集团峰会推迟到九月 并计划邀请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还有印度的领导人加入 报道表示美中紧张关系加剧的同时 中美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也凸显了这一点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议员最近都在呼吁增加在亚洲的军事开支 而美国的印太司令部是美国六个地理作战部中最大的一个 覆盖范围是从美国的西海岸一直延伸到印度的西海岸 而该司令部最近向国会提交了一份二百亿美元的拨款申请 要求在未来六年内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威慑 这样一份题为重获优势的报告 是由印太司令部的司令戴维森发表的 他表示美国面临最大的危险是该地区的传统威慑侵蚀 他写道如果没有有效的让人信服的常规威慑 那么中国和俄罗斯将有胆量在该地区采取行动取代美国利益 综合来看 川普政府希望重新调整全球姿态 以适应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这与白宫最近一份题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的报告是吻合的 该报告表示未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是大国竞争 根据报道戴维森二百亿美元的亚洲愿望清单 包括对第一岛链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需求 所谓第一岛链从北部的俄罗斯到南部的马来半岛 中国现在把这个地区看成是必须确保并且防止美军渗透的 同时还设想在第二岛链上建立一个综合的空中导弹防御系统 这一岛链是太平洋上更远的一排岛屿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消息跟中国的留学生相关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有三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非法进入了美军基地拍摄照片被判入狱 在去年底今年初 这三名大陆公民因为进入了美国的海军航空基地 舰区拍照被捕 而经过佛罗里达检察官的起诉后 三人承认犯行 分别被美国法院判处九个月十二个月的徒刑 根据报道表示 美东时间四日 三名中国公民因为进入了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海军航空基地拍照被判入狱 其中有二十七岁的廖友友 被美国法院判处十二个月的徒刑 二十五岁的张杰伦还有二十四岁的王宇浩分别被判处十二个月与九个月的徒刑 而这样的做法也恰逢美国与中国之间在留学生和签证问题上擦枪走火不断升级 恐怕将会导致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紧张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在此前的华尔街电视节目中 我们为您介绍了美国国务卿周六的最新表态 在周六他指责中国利用弗洛伊德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 所引发的美国社会动荡 为中国剥夺本国人民的基本人权进行辩护 国务卿蓬佩奥在六日发表声明表示 中共正在对美国的非裔人士弗洛伊德的悲剧死亡加以无情利用 以证明自己独裁式剥夺人的尊严的合理性 这再次暴露了中共的真实面目 任何人都不应该相信这种可笑的宣传 蓬佩奥在声明中指出 美国的民主体制和中共的专制体制具有本质区别 在中国从香港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和平抗议人士 仅仅因为发声就被武装民兵用棍棒殴打 对于这些侮辱行为进行报道的记者则被判长期的监禁 在美国州和联邦执法人员会将流氓警官升职以法 又强行制止抢劫和暴力 他们根据宪法行使权利保护所有人的财产和自由 而美国的自由媒体可以全面报道抗议事件 让全世界都能够听到 声明中还比较中美的做法 说在中国当医生和记者对一种新的疾病提出警告时 中共把他们晋升了 让他们消失 并对死亡的总数和疫情的严重程度撒谎 在美国我们不但珍惜生命建立透明的系统 对病人进行医治 还为寻找全球大流行的解决方案提供资金 资助的幅度要高于其他的任何国家 声明还表示 在中国当公民的观点和中共教条不一样时 中共就监禁他们或者把他们关进再教育营 而当民众拥抱自由时 自由被压制 中共的追随者说一不二要求民众服从 而在美国即使是发生了鲁莽的骚乱 我们也能够展示我们坚定维护法治透明 还有不可剥夺的人权的决心 在声明最后 蓬佩奥指出北京近日继续展示其对真理和法律的蔑视 试图宣传将美国在弗洛伊德死亡后的行动 与中共继续剥夺基本人权与自由的行为混为一谈 这没有办法掩饰背后的真相 中国政府其实是在平时也强行推行共产主义 而美国即使是面临最困难的时候也去维护自由 蓬佩奥还补充说 正如历史上的独裁政权一样 只要是为党的权力欲望服务 那么任何谎言他们都不嫌猥琐 这种可笑的宣传不能骗过任何人 此前中国曾多次就弗洛伊德事件来批评美国 但是目前还不知道蓬佩奥所具体指的是中国的哪些言论 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对西方国家 特别是华盛顿对其处理去年震动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的做法感到恼火 而在五月二十五日 受无寸铁的黑人男子弗洛伊德死亡后 美国各地爆发了因为种族不平等 还有警察暴力而引起的动荡 中国政府的发言人还有官方媒体 对美国当局进行了广泛的批判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 在六月一日抓住美国的反种族主义抗议活动 指责美国虚伪 并且表示种族主义是美国社会的顾及 当时赵立坚说华盛顿对弗洛伊德死于警察之手的反应 是其举世闻名的双重标准的教科书式的例子 为什么美国把港独分子还有黑人暴力分子 捧为英雄和活动家 而把抗议种族主义的人士成为暴徒 赵立坚这样问道 而蓬佩奥在周六的声明中表示 北京最近几天表现出了对真相的持续蔑视 还有对法律的轻蔑 而今天晚些时候蓬佩奥又更换了自己推特的置顶推文 推特写道 中共利用弗洛伊德的惨死 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的冷酷企图 将注定失败 即使是在最好的时候 北京也无情地将共产主义抢加于人 而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挑战中 美国也确保了自由 这样的一段话来自他声明中的文章内容 而同日美国国务院的官方推特也发表了川普总统的最新对话表态 其中写道 美国希望与中国建立开放和建设型的关系 但是实现这种关系需要我们大力维护国家利益 而中国政府不断地违反对于我们还有其他许多国家的承诺 而美国国务院的官方推特又再次转推了蓬佩奥此前的声明 中共正在粉碎香港的特殊之处 也就是香港与中国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 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此前在周四 在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曾经暗示将对北京采取惩罚措施 他表示川普总统将宣布解决对美国对美国人民安全的威胁 而这种威胁来自于中国内部的这个暴政 而相关的措施在未来几天就会有所宣布 现在美国国务院的推特重新发布了这一段视频 并且附上了简要的评价 也引起了外界的猜测 也就是在这个周末结束后 在下周川普政府是不是会再对中国宣布相应的措施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跟美国政治相关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日经的报道 文章介绍说后川普时代的几位年轻的超级政治明星 都是美国右翼中国鹰派 派兵进来吧 共和党参议员唐姆科顿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 呼吁对全美各地的抗议活动进行军事干预 而时机正好是天安门广场镇压三十一周年 在这里他把自己推向了媒体的聚光灯下 尽管他声称政府的基本责任是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 呼应了北京方面的说法 但是这样一位来自阿肯色州的立法者 恰好是华盛顿声音最嘹亮的中国鹰派之一 与他一起的还有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乔西霍利 还有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马克卢比奥 在最近每当谴责中国的场合兴起时 他们的名字无一例外会出现 而且往往伴随着激进的语言还有激烈的提议 有的时候会被白宫采纳 比如卢比奥和科顿以合规为由提出的关于中国公司退市的方案 以及后者最近为了国家限制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入境的呼吁 这样的三人组已经提出了数十项针对中国的法案 主题从香港的人权一直到总部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所有和运营的视频平台 也就是我们说的抖音 有的时候几个人还一起合作 而随着围绕中美关系冷战叙事 在川普第一任期接近尾声时获得了影响力 这样三人组的保守派名气也不断上升 最近的大流行更是助长了三人声望的上升 最被视为准备在二零二四年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参议员 现在四十三岁的科顿还有四十岁的霍利 还有四十九岁的卢比奥都批评中国政府在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时撒谎 右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研究员这样写道 用他的话表示这些人年轻而异类 正是这些共和党的年轻成员 首先认识到了来自中国武汉挑战的严重性 随着美国因为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断攀升 三人组加大了指责中国的言论 提出了相关的法案 旨在救冠状病毒对中国进行惩罚 并且减少美国对于中国医疗供应链的依赖 霍利是三个人中最年轻的 也是美国所有参议员中最年轻的 他是国会中第一个公开要求川普对中国实施旅行禁令的人 而总统现在一再用行动证明 他对疫情采取了快速的行动 霍利和白宫在中国问题上的相似之处 最新展示是在上个月 他在参议院发表了二十分钟的演讲 抨击北京 就在白宫发布其对亚洲竞争对手的战略方针的十六页报告之前几个小时 霍利指责中国寻求改变国际秩序 以符合中共利益和意识形态 我们三十年来所熟知的国际秩序正在打破 霍利这样表示 当时他使用了与白宫报告中类似的语言 然后补充了一些额外自己的特色 他表示现在帝国主义式的中国正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 并使全球经济屈服于自己的意志 这样一位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毕业的银行家的孩子 经常以向大科技企业开战而闻名 甚至在去年一月来到国会山之前 他就已经开始了政治声望的崛起 乔西霍利是一个明星 川普在这一位密苏里州的共和党人 在二零一八年参议院选举出现胜利之前曾经这样表示 而现在让美国总统有好感的还有科顿 他来自阿肯色州达达内尔 这个人口只有四千多人的中心地带小镇 通过双哈佛大学的教育 还有参加伊拉克战争的经历来进了政府 在二零一五年在众议院任职后上任的科顿 据说在两年后就成为了川普总统的最爱 希望接替现在的国务卿蓬佩奥担任中情局局长 这位看起来冷酷的参议员曾经以主张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而闻名 后来在二零一八年前后又加大了对于中国的抨击力度 去年年初科顿在哈德森研究所发表演讲 表示中国是一个邪恶帝国 在国内肃清臣民的自由还有一切残余 为其在海外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扩张铺平道路 霍利和科顿的年长辈卢比奥是一位五八移民的儿子 他带着对共产主义的深深鄙视 他的中国鹰派生涯比较长 在二零一五年首次被任命为国会执行委员会有关于中国问题的联合主席 在二零一七年又担任了主席 这也是科顿加入机构的那一年 虽然卢比奥在二零一六年共和党初选时与川普是竞争对手 但是两个人对华盛顿还有在奥巴马总统期间还有前任政府下 对中国接触的努力有共同的不认同感 卢比奥在二零一五年主持了一场有关于天安门广场镇压周年的听证会 他表示我们有太多的政界和商界精英 一直满足于中国的现状 尤其是在涉及剥夺基本人权和自由的情况下 他说实际上美国的政策目标是与中国接触 但是此前却交出了美国的杠杆和原则 五年后卢比奥的中共称谓在以蓬佩奥为首的川普外交政策圈子中成为了常用语 取代了价值相对中立的中国一词 卢比奥在主张与中国脱钩的同时 也希望美国政府采取产业政策 以对抗北京的国家资本主义 就像霍利在职业生涯中对谷歌还有脸书等硅谷巨头的攻击 以及他经常呼吁用监管来控制这些巨头一样 卢比奥在制造业等产业中也推行国家支持的做法 这被认为是与共和党的自由市场正统思想背道而驰 但是在卢比奥看来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历史 要求美国做出实质性的回应 他表示中国领导人不断地补贴他们的国内产业 同时破坏我们的产业 身兼参议院小企业和创业委员会主席的卢比奥 在十二月在国防大学发表讲话时这样表示 他说从长远来看 这是一场市场原教主主义者不会赢的战争 他这样警告 毕竟这个世界将由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来定义 现在我们这里的赌注已经不能再高了 再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日经的观点文章 作者是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者裴敏心 他表示中国必须避免用威胁台湾来挑衅美国 他介绍说为了强调中国统一台湾的决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联合参谋长李作成将军 在五月二十九日曾经宣称 如果失去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那么人民武装力量将与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一道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粉碎任何分裂阴谋和行动 现在尽管北京言论不断升级 但是中短期内对台湾进行军事攻击的概率仍然是比较低的 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好的军事选项可以迅速获得胜利 但尽管如此 北京对台湾的恐吓行为可能会产生恶性循环 并引发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峡的危险对抗 文章介绍说北京对于蔡英文政府的强硬政策似乎起到了反作用 中国方面不但没有迫使蔡英文接受九二共识 反而成功地坚定了她捍卫台湾独立身份和民主的决心 对比蔡英文二零一六年第一次就职演说 还有今年五月二十日的第二次就职演说 就可以看到至少在北京看来 它比四年前更进一步地走向台独 它宣布台湾立法机构将成立修宪委员会 这在北京可能会被解读成为台湾从法律上与中国正式分离的一种策略 而基于中国现在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越来越频繁 出现危机的风险也明显上升 在蔡英文连任后不久 中国的轰炸机还有随行的飞机就侵入了台湾的领空 促使台湾军方出动了F16战斗机 紧接着又在台湾东南海峡进行了海空联合演习 在三月中国的军机在夜间演习中穿越了台湾海峡的中间线 而中国唯一的作战航母辽宁号 在完成了南海演习后于四月底开始绕台航行 解放军将于今年八月在海南附近进行一次全面演习 模拟夺取目前有台湾控制的南海环郊普拉塔斯岛 中国动用军事力量的一个明显危险是 当交战规则没有明确传达给对方时 可能会发生意外冲突 比如中国飞行员出于恐吓 把他的火控雷达对准了一架台湾的喷气式战斗机 而台湾的飞行员也做出同样的反应 促使中国飞行员认为他受到了攻击 并且发射导弹 更有可能也是更危险的情况 是美国对中国行动的反应 为了强调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 美国会觉得要不得不以对台湾的外交和军事支持 来反制中国的恐吓 比如提升与台北的关系 提供更多的军事和技术援助 而这些措施显然会激怒北京 北京会进一步加大赌注 对台湾采取更多的胁迫行动来考验美国的决心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干预的可能性很高 这意味着与一个技术上占优势的敌人直接发生冲突 并有可能让中国这一边遭到屈辱性的失败 而这种失败反过来又可能会帮助推翻中国的一党政权 这些曾经不断升级的态势 导致了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六年最后一次台海危机 当时中国向台湾附近海峡试射弹道导弹 华盛顿派出了两个航母战斗群来威胁北京 所幸的是那场危机在没有不怒吼的情况下就结束了 现在华盛顿和北京陷入了新的冷战 下一次类似危机发生时 中国美国和台湾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来自日经的消息 作者是温迪卡特勒 他表示鉴于香港国家安全法的焦点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总理李克强 在上周全国人大会议上表示 中国对加入CPTPP持积极开放态度 似乎言论关注不高 这样一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 是一个涉及澳大利亚加拿大越南日本等十一个国家的贸易协定 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表现出兴趣 但是由中国领导人公开传达兴趣还是第一次 这样表态的动机和时机更是令人好奇 可以认真进行解读 也可以持怀疑态度 但是无论如何 这样的观点不应该被忽视 尤其是在美国 在CPTPP的前身 也就是包含美国在内的TPP谈判的早期 北京方面的说法是 这是美国的一种谈判战略 通过在没有亚洲最大经济体和贸易协议中 笼络邻国来遏制中国 然而随着谈判进行这种观点发生了变化 外交部发言人的一份声明也捕捉到了这种演变 表达了中国对加入TPP持开放态度这样的说法 而文迪卡特的介绍说 在二零一六年初当他结束 他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三十年代职业生涯后不久 他第一次去了北京 当时TPP的谈判刚刚结束 而其他国家也正在表达加入的兴趣 当时冗长的文本已经被翻译成中文 在与中国政府学术界还有商界的会晤中 温迪卡特勒被问到了一些具体的条款 以及中国如果考虑加入 这些条款对中国可能会意味着什么 但是后来美国总统退出了协议 TPP看起来就死定了 但是在日本的领导下其他成员决定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继续前进 而不是浪费他们前期所投入的工作 这使得CPTPP大约在十八个月前 在十一个成员中的七个成员国中生效了 自那时起中国就开始悄悄地与一些CPTPP的成员国进行接触 以了解更多关于协议的信息 并且非正式地讨论了他们对于中国可能会加入的看法 虽然这些姿态尚未导致任何具体的事情 但是他们表明了一种持续的兴趣 到五月三十日李克强的发言时 这种兴趣似乎已经上升到了新的水平 一般认为加入可以帮助减少中国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 减少中国对来自华盛顿的关税 还有其他制裁的脆弱性 同时加入这样的组织也可以提供外部压力 类似于在二十年前加入世贸组织所发挥的作用 促使中国政府进行某些必要的国内改革 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 最后对于北京来说 这可能是一场巨大的公共关系的改变 要向世界表明 在美国进一步滑向保护主义的同时 北京对于贸易的自由化 还有结构改革是认真的 文章表示但是来自CPTPP的成员不应该幻想中国的利益 可能导致川普重新考虑美国的参与 相反一旦中国加入可能会导致川普的立场进一步强硬 像批评WTO一样批评CPTPP是解决中国不公平贸易的无效协议 在已经批准这样协议的七个成员国中 新加坡对中国加入的力度是最大的 一年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日经采访时表示 新加坡的观点是我们欢迎中国加入 日本的态度则更加谨慎 有一位日本的贸易官员在去年告诉财经的记者 所有成员国欢迎所有愿意承担高标准市场准入承诺 和高标准准则的人 但是他补充说决定中国是否愿意承担这些规定的是中国 而不是我们 在二零一九年一月的一次会议上 CPTPP的成员制定了详细的加入程序 阐明了加入公约的基准 特别是他们要要求候选国表明 他们能够遵守这样的协定中所包含的所有现有原则 此外他们还要求做出全面的市场准入承诺 实现这两项要求对于中国来说将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挑战 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变得更加有国家驱动的情况下 这使得中国在国有企业劳工电子商务和投资等问题上的做法 与CPTPP的承诺必须保持一致 而这对于中国而言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北京实现其他国家所达到的高关税自由化率也是如此 这并不意味着努力入市是一项徒劳的工作 尽管时间跨度很长 如果中国在一段时间内采取开放市场的行动 与李克强所表达的积极态度相匹配 那么这对受困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说将是可喜的一步 而李克强有关于CPTPP的言论背后 是否还有实质内容恐怕只有时间可以证明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